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阻碍海上风电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将得到突破解决 3月24日 由江苏龙园振华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 6000千交易上超大型液压打装锤项目 在南通国际会议中心成功签订合作协议书 这一核心装备的突破性进展 对中国海上风电未来高质量发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 这项技术还将走向国际市场 中国将由此在这一领域处于引领地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使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从江苏如东海上风电项目起步 自2010年以来 荣原振华公司已完成多个大型海上风电厂项目的建设 施工版图辐射至广东 福建 江苏 辽宁 山东 五个海域 形成了有点连线 连线成片的整体性 规模性格局 施工业绩一直位于全行业前列 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 荣原振华紧紧抓住国内海上风电 大规模开发的有利时机 以科技引领 技术创新为导向 以装备优化升级为支撑 不断推陈出新 迅速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成为国内海上风电施工的领军企业 到目前为止 公司已荣获各项科学进步奖项38项 获得授权专利82项 其中发明专利24项 事实上 长期以来 全球海上风电施工核心装备 液压打装锤 一直都是由荷兰 德国垄断的 在中国海上风电行业的起步阶段 几乎所有打装锤设备都要依靠进口 因此 从2010年6月落户难通 由世界第一大风电运营商 龙华电力和全球最大港机 与海工制造企业振华重工 共同出资组建等龙原振华 便肩负起了央企的责任和担当 在龙原振华第一个项目施工中 从荷兰IHC公司引进等 视最大打击能量为800千焦 替打直径为4.3米至5.1米的液压打装锤 正是基于该装备的应用 公司初步掌握了风机基础单装施工的核心技术 由于单装技术施工效率高 成本低 技术的成功应用带动了中国海上风电大规模开发 但是 这也仅能满足潮间带的施工作业 2015年 公司又引进了最大打击能量为2000千焦 替打直径为4.3米至5.5米的液压打装锤 该装备可以满足近海风电厂 6兆瓦以内风机单装基础的成装施工要求 此时 公司处于与世界跟跑的阶段 由于液压打装锤设备被国外所垄断 导致进口价格极其昂贵 甚至 唯独出口中国时 五六千万一台的液压打装锤 才会被故意抬高到八千多万 龙元振华于2017年开始的自主创新之路 并于2019年12月 成功研制出最大打击能量2500千焦液压打装锤 其替打直径为4.1米至5.7米 该设备首次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为大型液压打装锤的国产化 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是与世界并跑的阶段 2022年7月 龙元振华自主研发的 面向大兆瓦海上风机安装的 超大型液压冲击锤智能成套装备 成功入围江苏省关键核心技术 公关产业化项目 该打装锤最大打击能量达到3500千焦 替打直径8.8米 该装备可满足深远海风电厂 8.5兆瓦以内 风机单装基础的成装施工要求 经过5年多的不断创新 公司成功研制了2500千焦 3500千焦两大系列液压打装锤 使我们掌握了液压锤 关键核心技术的设计和应用 这项技术实现了中国 海上风电施工设备的重大突破 为全球树立了行业标杆 至此 短短十多年时间 龙元振华已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袍者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健全 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风电等可再生能源 仍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海上风电领域仍将大有作为 新的机遇意味着新的挑战 据龙元振华海上风电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冯晓星介绍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建设 中国海上风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至2021年 中国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 这足以让中国人为之自豪 未来 中国海上风电项目的风机 单机容量将越来越高 装机直径将越来越大 离岸距离将越来越远 装机深度将越来越深 这些因素都对海上风电装备 施工能力的提升 提出了全新挑战 在当前新一轮装备升级换代中 新研制的风电平台 大型浮调等装备 已基本能达到施工需求 但作为海上风电项目 施工的核心装备 全球范围内 已在施工应用的打装锤 最大打击能量仅4000千焦 替打直径仅7.6米 尚在研制中的打装锤 其打击能量也仅4400千焦 替打直径仅有8.1米 远远不能满足 当前海上风电的施工要求 打装锤已成为阻碍 海上风电产业 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为此 作为全球仅有的三家 能够制造大型打装锤的企业之一 龙元振华联合中机断压 中国一众 上海交大 北里宫 东南大学和阳江海上风电实验室等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展产学研合作 自主研发打击能量 达到6000千焦以上 替打直径达到9.08米的液压打装锤 对此 龙元振华公司党委书记李泽表示 超大型液压打装锤的横空出世 一举填补了全球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核心装备制造领域的又一空白 为世界提供了又一个中国方案 科技创新没有终点 随着中国近海可开发区域 基本完成规划并进入规模开发阶段 下一步 中国海上风电开发将向更深远海域进军 那里有这10亿千瓦级以上的风能储量 这也是国家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发展的方向 未来的重点将是建设长三角 闽南 越东 山东半岛 北部湾等海上风电基地集群 从减小成本和增大发电效率出发 海上风机必须从小兆瓦向大兆瓦转型 这是衡量海上风电技术与装备水平的关键指标 据预测 至2025年 装顶法兰直径达12米以上的单装基础 单机容量达25兆瓦的风机 将会作为施工的关键装备出现 打装锤的尺寸级别和打击能量 都必须随之不断提升 而作为中国海上风电施工原创技术的测源地 龙原振华天生具有着独有的发展优势 公司核心设备的研制既有着全球最大海工制造企业振华重工 强有力的技术后盾支持 又有着世界第一大风电运营商龙原电力 广阔的海上风电厂试验应用 龙原振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实现了原创技术从需求牵引 源头供给到资源配置和转化应用的全面发展 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大型液压打装锤技术的创新 形成了国产化装备系列化制造能力 事实上 为了提升中国海上风电重大装备自主创新能力 龙原振华更是通过多方联动的产学沿用合作模式 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 助力海上风电行业高质量快速发展 在此前的研发过程中 各方正是基于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 重视时效 全面合作 重点突破的原则 建立了京城合作关系 据介绍 该项目与中机断压的合作 解决了打装锤总体结构 液压动力 及驱动控制等系统性问题 与中国依重的合作 解决了超大型替打断剑的断打 热处理 基建加工等 极限制造方面的问题 与上海交大 北理工 东南大学的合作 分别解决了打装锤控制部分 液压部分和机械部分的理论支撑 与设计制造等问题 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 使超大型打装锤的成功研制 成为了可能 为了满足中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大规模 高质量 快速度发展 在现有基础上 荣原振华还将着手 替打直径达12.08米 打击能量达8000千焦 超大型打装锤的研发 面向未来 荣原振华将站在更高 更广阔的技术前沿 发扬敢于首创的精神 持续创新突破 不断攀登海上风电 施工装备制造业的巅峰 全力打造一个又一个全球首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中国曾受制于人 如今领先世界的成就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就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听